目标是怎么定出来 第一个是自定目标 我通常说三个定 第一个是自定的定 第二个是目标分解 第三个是选合适的人 第四个是会sell这个目标 这个叫做定目标 最后我们要自定KPI 然后要有落地计划 然后要跟踪检查 最后复盘总结 产生出第三个定 是木字旁 要眼睛盯着它 请大家记住 在经营企业的时候 有四个锻炼 其中有一个锻炼 是排在第一位的 就是人与组织之间的锻炼 这是一个难点问题 这也是在管理当中 最难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 现阶段的管理 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 各位 管理者不是做纯管理了 提供教练 提供帮助 提供辅导 把舞台让给员工 自定目标的时候 参与方一定要有员工 一定要有团队 一定要有老板 但是在定这个目标的时候 我们要解决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人与组织的问题的时候 很重要 第一趴一定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就是定目标开始 一定要让员工有参与感 我觉得核心的第一步 让员工来参与对于目标的制定 因为目标 请大家记住 是所有人的总和 你只有解决这个问题 才能解决其中一个 管理上的难点问题 就是管理于被管理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